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在思考这款游戏应该叫什么名字 我总觉得终极紧致游戏这个名字非常的不合我的胃口 并且在考虑上这个名称说不定已经被人家注册过 可能有商业上的限制 所以我也得再想个名称 结合上紧致游戏 转转叉叉 以大吃小 跳起风格这几个元素 最后最后我终于想到了一个合适的名称 那就是战斗圈叉 好啦 那是我私底下称呼的 游戏本身还是有一个英文名称 我上网查了一下紧致游戏的英文名称 其实叫做TikTok Toy 另外我还玩了一下Google提供的紧致游戏 反正这也是开发的历程嘛 再加上它有对战的风格 所以我就取名叫做战斗紧致游戏 翻译成英文就是Comeback TikTok Toy 这也就是我游戏专案的名称咯 在开启C3开发游戏之前 我个人的习惯第一步是先打开PowerPoint 主要是拿来制作PLC的概念图 还有产生游戏中的图片 如同先前我在其他影片中有提到过的 独立游戏开发者可以先透过PowerPoint 来产生草稿的PNG图片 等到后续有绘图的合作者 或者是外包给第三方的人员 都是不错的方法 接着是输出PNG一档案 我需要注意图片需要去备 另外也需要注意素材的大小 考量到游戏解析度偏小 有时候PowerPoint的输出的解析度又偏大 这个时候就需要调整成较小的Size 同时我们还必须维持图片的长宽比例 这样重新输出的素材才不会怪怪的 我个人编辑图片使用的软体是PanDane 这套免费软体它很好上手 而且功能也算充足 非常推荐入门的游戏开发者 采用这套软体 接着将素材逐一转换成游戏内的小精灵 也就是Split 合理的编排后 到这个阶段就可以看到 这些旗子显示在游戏的画面上面了 接着是使用者界面 让我逐一将按钮配置到画面上 我个人习惯是分层摆放 据说分层摆放这个功能需要付费 购买授权后才可以开启 不过一直以来我都是照年度去购买授权 所以我实在很难想象 如果没有这个功能 到底有多么不方便 红色的旗子设置完毕后 再来是蓝色的旗子 补上会跟随滑鼠的事件 继续配置棋盘格 这段期间我都有反复的进行测试 这一步是开始设计 旗子会黏在正确的点上 这个设计会让使用者在操作上方便许多 不过要注意的是 这种跟随滑鼠指标的功能 只会发生在个人电脑上 如果你是使用手机平板那种触控式的装置 基本上是看不到这种效果的 再来是放置旗子 透过Create Object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配合玩家按下使用者界面上 不同的旗子按钮 就可以放置相对应的旗子 在这个阶段你可能会看到一些不合常理的放置方式 好比说小的旗子可以放置在大的旗子上面 或者是可以无限堆叠旗子 没关系 先不要太在意 后面我会逐步调整把那些规则一一放进去 在这之后 玩家就可以透过正确的游戏方式进行游戏 虽然说那还是很久很久之后的事情了 到这里呢 我先尝试把第一个版本放到我的线上伺服器 这样也方便我用电脑以外的设备 好比说我那旧旧的iPhone 7 Plus进行测试 游戏过程中分为红色下棋 或者是蓝色下棋两个阶段 所以这里我要设计一个指标 让玩家知道游戏线阶段 到底是轮到谁来下棋 接着编写相对应的程式码 让界面透明化 或者是强调操作者的界面 这样更能够让玩家知道说 这是属于他的回合 好了到这边 我第一次尝试要制作出大棋吃小棋的规则 我是透过个别物件所代表的动画 来判别是否能够吃下对方的棋子 并且我还必须保有他的正下方 其他的棋子不会消失 我反复的编写逻辑设想了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并且开启除错模式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测试后 我终于得到一个我原本就拆敞得到的结论 那就是 透过物件碰撞 也就是Is Overlapping 还有Is Playing Animation 这个组合的效果非常的糟糕 采用这个方案来实作复杂的规则 绝对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有了前面的经验 我知道了 透过系统的碰撞 以及比较动画来判别 放置或者是移动棋子 那不是一个好的方案 所以我就想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决 另一种更为精确的做法 那就是透过二维阵列来储存放置棋子的情形 具体来说这个二维阵列的大小是三乘三 储存的资料形态为字串 里面个别可以存放R3、R2、R1 代表红色的最大、中等以及最小的旗帜 另一方面 B3、B2、B1 代表是蓝色的最大、中等以及最小的旗帜 设计成二维阵列 它的好处显和意见 那就是判别胜利的与否会变得相对单纯 我只要判别阵列里面 红色、蓝色是否达成直线、横线、斜线就可以了 我不用关心物件是否真的放在点上 另外,针对规则的编写也会更方便 毕竟这款对战圈叉有底下三种规则 包含了第一个 基本的圈叉连线获胜 第二个 大吃小的规则 以及第三个可以像跳骑一样 移动已经放置的旗帜 所以我需要设计两个物件 分别是放置点 它会记录第一、第二、第三层到底放了什么旗帜 第二种物件 旗帜显示的物件 它会依据底下放置点来呈现最上方的旗帜 跟它们相辅助的还有两个阵列 第一个是储存九宫格放置旗帜的完整资讯 包含R3到R1 B3到B1 第二个储存的阵列则是 储存九宫格放置旗帜的精简记录 它只包含了红色R 以及蓝色B 有了这样的设想 我也就能够继续往下开发游戏了 不过呢 今天的内容感觉有点多了 上面的那些设计 就让我们到下一集再继续实作吧 如果说你喜欢这部影片 还请按赞订阅加分享 我是钟义 时钟的钟 飘义的义 那就让我们下次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